3月21日,第三届中国杯在广西南宁拉开战幕,国主首战对阵泰国队。 中国队以0比1不敌赛前被视为中国杯最弱对手的泰国队。 今年的中国杯被视为亚洲杯和世遇赛之间的过渡, 中国杯的国足阵容更是为世遇赛而准备。 然而比赛中呈现出的却是低劣的传接球, 雷弱的进攻以及一盘散沙般的后防线。 如果泰国队把握机会的能力稍强, 恐怕国足大门不只是被攻破一次。 在过去的12年间,国足新帅的首秀都未尝败继。 尽管正式称谓是国足集训队主教练, 但卡纳瓦罗还是在他第一次执掌国字号教编的比赛中失利。 尤其是此前外界还认为, 他幸运地遇上了有多名大将缺证的弱旅泰国队。 比赛结束之后,双方就首站召开了新闻发布会, 会上卡纳瓦罗对这场比赛发表了自己的看法。 卡纳瓦罗或许是当前最适合执教国足的教练, 恰如中国足协在公告中所言, 选择卡纳瓦罗是协会综合其个人经历, 技战术风格, 对中国球员熟悉程度等多方面因素慎重研究决定的。 尽管卡纳瓦罗多次强调, 中国杯战绩与他是否正式执教无关, 但首站告付意味着他已无法带领国足刷新中国杯战绩, 这难免为他转正蒙上阴影, 更为国足冲击世界杯的真诚蒙上阴影。 五个月后, 国足就要踏上世欲赛亚洲区40强的赛场, 再度开启冲击世界杯的真诚, 厚礼皮时代的首秀如一盘散沙般失利, 在闷热与潮湿般不确定性中摸索的中国男足, 急需一场春雨的洗礼, 即使不能脱胎换骨, 也能以全新面貌带给自己和国人冲击世界杯的勇气和信心。